好久都没有录视频都不太熟练 对这个相机都有点害怕 各位B站朋友 我的粉丝 大家过年好 相信大家待在家已经无事可做 该看的视频都看完了 这部我来了 小刘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飞鸿腾达 策马奔腾 虽然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但是我还是很想念各位的 对 对 真的 就很想念 非常非常想念 那么这期视频我也不打算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们就来随便聊聊 随便聊聊最近的一些事情 你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期留声机好不好 毕竟和留声机一样 我今天也要在这里嗶嗶扯扯 那么首先我要看一下我上次更新是什么时候 哎呀 31号挺挺棒的 其实不过现在都28号了 也就 也就没到一个月嘛 对不对 之前呢因为这个常委严 然后这个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完之后去香港又玩了一下 回来就感冒了 你这哎呦我也不想嘛对不对 感冒倒是没什么问题 不就是头痛发热嘛 但是更严重的是我喉咙沙哑 我说不说话 所以这就没办法录视频了呀 你们总不能听到我这嗓音就啊 就说不说话 然后我还在录视频嘛 这这换做我都不想看 其实我现在稍微还有那么一点咳嗽 然后我的嗓音不知道听起来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也没有听过 OK 那么这期节目也可以做一下这个年度总结好不好 虽然有那么一点晚了 虽然今年已经开始了28天了 但是没关系 本来呢年度总结我是想的挺好的 我现在不怕说了 因为我感觉我做不出来 就是我打算做一个就是2019年的这么个影评 把2019年当做一部电影 然后分成很多个主线 搞一个影评这样子 哎是吧还挺好的听起来 但是这个兴致过了 就就就就就只能在这里做一下 就也不是随便啊 就是换种方式好不好 那么2019年呢 刚好做了55个视频 2019年嘛 周更不搁 我我达成了呀 挺不错的 也算是个及格年 好不好 让我看一下我2019年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垃圾 那么说实话 其实这个节目的名字 我还没想好 OK 那么这是第二期的流程机 要不要下午出来合拍一下视频 我抠你眼珠子 他们请我们做主播 没枪啊 哎呦呢 妈妈咪呀 呵呵呵 我不是讨厌他本人 而是讨厌他的粉丝 昨天发了条动态让人家决定我今天的一天 大家好欢迎新衣裳 不开空调 不和冷引着生活的下去吗 跟这个老爸爸同款 白大的预选赛 网红可能是21世纪最火爆的职业 我在视频里面说的都是那些废话 喀喀喀喀喀 早上出玩玩iks 甚不通 麦德 已經吃到半個小時了 虐待 男生有一個射箱了hoho Wat 阿劉劍球 漂亮 可以你們給我和一雕 тр臣航班 冬問人比 invented真的蠻大的 立援军菜 你有公开过你的私生服务 走在街上 别人一眼就能看出 算的是假的 搞事 不要搞事 搞事啊 阿盈 阿盈也在搞事啊 牛逼 阿刘 帅 狮子 阿刘 帅 阿刘 帅 谢谢 我是白鸡 我是白鸡 感觉好像做了很多视频 其实也就那么一两个好看的 题材方面可能是因为上学 或者什么其他各方面的原因 就是不太好 想的时候这么个独立的视频 看起来感觉还不错 但是把它放到整个频道 这个宏观的 整个频道之后 我就觉得还是差点意思 要我说2019年 最有意义的几个视频是什么呢 就是11月份去上海拍的那 四个视频 这整一趟上海之旅 我就觉得是一个稍微可以 证明一下自己的那么一个过程 说简单一点 就是我做视频这么久以来的一种 馈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个词 但是我觉得上海那一次 我见了很多老朋友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还见了丽云君 见了西兰 这些人都是我一直想见又见不到的人 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别人让你学到 怎么做视频 不是说这个剪辑技术或者拍摄手法这些 这些最基本的这种学 是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思考 一个专业的一个up主 是专业吗 我也不知道就是成功的up主 去思考这个视频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看 或者让我的老观众更喜欢去看 这些都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这个月我没有更新视频 但是我也在想 我到底应该出一些什么更加特别的 更加有意义的 可以被观众记住的这类型的视频 以前的话虽然有做一些不要笑 做一些抖音或者快手 但是我觉得现在 2020年这东西已经不适合了 不是说做这些吐槽视频不好 只是说我不是很喜欢去做这种的 虽然可能像丽渊君说的 搞笑视频不需要什么意义 但是我觉得有那么一点意义 总比没有强吧 所以前几天我也在群里面 征集了一些观众的意见 他们也给我发来了一些素材 我可能最近也会把它赶紧的做出来 因为不更新总是不行的 说到这个群 大家可以发现我之前那个群被封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可能是有几个人在里面发黄图 还是发广告 然后就整个群就不见了 我去找腾讯伸数 大家也知道腾讯的那个客服 简直是摆设 我伸数完之后他跟我说我的群 OK你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我一搜还是搜不到 那没办法我只能开一个新群 然后现在这个群的话 人还比较少 不知道谁搞事 就强烈谴责 OK如果你问我2020年你想做什么样类型的视频 我现在不知道 不仅不知道 而且我现在非常的焦虑 不仅是我 大概每一个up主在想不出题材的时候 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如果你知道的话 接触自媒体已经差不多7年了 但是说认真做 真正用心去做的话 可能也是从2018年才开始的 就是认识利云君之后 那么在2019年可能是一个这么个这么个提升的过程 然后2019年也正是有那么一点点商业化 就是接了几个商单赚了一点点小钱 然后在B站上面 是吧 就通过这个 GDC化什么的 也赚了一些小钱 在别的平台 像今日头条 这能说吗 在上面也赚了一些 是吧 就赚了一些零花钱 就做了这么久 感觉终于有那么一点点小回报了吧 虽然说不多 现在一个月赚的钱可能还不如人家利云君 一个星期的多呢 对吧 或者一天的呢 然后我的粉丝 是吧 现在是72,000 哎呦哎呦 对不起各位新增粉丝啊 这么久不更新 现在72,000的粉丝还没有老番茄 1% 就是100个我 100个阿刘 站在那里 想想100个就是 两个班 三个班的人 站在那里 都不如老番茄的影响力那么大 哎呦 差距 啊 虽然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进步 啊 有那么一点点播放量 有那么一点点粉丝数 但是 不足 还是很明显的 今年看那个百大 其他的我都不关心 我就只看了 变形兄弟 毕竟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 10万粉不到吧 上年说要见面的时候 他也才 30万粉了 今天已经200万了 对不对 已经200多万了 然后整个变形兄弟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做的那些那些节目 真的 非常精彩 我们都是可以看到里面的每一个人啊 慢慢成长了慢慢变强了 怎么怎么说很感动 还是很酸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 又羡慕啊 又又觉得自己 哎呦 怎么怎么就不是我呢 对吧 他们在拿那个奖杯 劳力援军 哇 太帅了 变形兄弟 实至名鬼 哇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什么时候 我也能站上百大的舞台 拿个奖杯 是吧 哎 跳着舞上去 哎 是吧 自己 自己自己整整整个什么舞 整个 哎 抖尖舞好不好 就等整整个抖尖舞 然后走上去 拿个奖杯 然后站在那里 说 呃 说什么 说什么 说说什么好呢 没想好 哎呀 有有点突然 这这个场景好像没想好 就说 刘师傅 实至名鬼 哇 那那那 你说酸吧 肯定酸 这这是属于 这个每个B站UP组 最高的这个荣誉 你说酸不酸 对不对 但在酸之余 我也会想 啊 我该怎么怎么才能 拿到 对不对 我该怎么努力 做点怎么样的视频 让大家喜欢 然后拿到这个 奖杯 或者说 奖不奖杯 没关系 就是 拿个奖牌好不好啊 就是10万粉 我们先不想那么远 好不好 这个奖杯 太远了 我们想点 马上能做到的 就是 因为 你想那么远 你做不到 打击信息嘛 对不对 我们就想一些 尽心能做到的 我们先想 今年 2020年 我们拿个 小奖牌 拿个 银店式的奖牌 好不好 我们先拿个奖牌 先把两个奖牌拿了 再拿个奖杯 这不 挺好嘛 对不对 当然我说这些 我不是说我 爱慕虚荣啊 不是说我有多喜欢 这些名誉 之类的东西 这些虚荣的东西 可以拿来 装逼 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是 对我的一个肯定 好不好 证明一下自己 就证明一下自己 不是说 爱慕名利 对吧 大家懂的意思就可以了 可能有点乱 因为我思维非常的跳跃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我 这期视频到底想讲什么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想讲什么 我想传达的意思就是 2020 我们继续努力 承蒙各位厚爱 不要忘记 三连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记点个点 点个赞 投币 充电都是可以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关注我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